大家好,我是周口水电胡宫 客户反应说,热水器顺着软管一直往下滴水 客户让我们给他检查一下什么原因 我们检查发现,应该是软管时间久了,老化严重,导致的漏水 我们建议客户把旧的软管拆下来 更换成新的软管 现在我们用活口扳手把软管拧下来 然后更换上新的软管 现在把软管和三角阀连接的地方也拧下来 一会儿再把新的软管给它装上去 好,现在新的软管已经上紧了 打开三角阀也不会漏水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多多支持 ** ** **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